早前跟大家报道过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的学生 今天星期一日品联邦法院起诉两个大学系统 要求校方退还部分校园费用 州立大学对诉讼作出回应 吳宇斌报道 加州州立大学CSU发言人对诉讼作出评论指 即使因为疫情,校方将课堂转移到网上 但各校区的校园仍然开放给学生并且提供服务 校方会强烈为诉讼作出辩护 发言人并指诉讼中错误陈述事实 校方自加州实施居家抗疫令 将学校所有的学习转移到网上授课 但校园仍然有运作 只不过很多个人服务都转为遥拐服务 例如是学业咨询,教职员的问答时间 和残障学生服务,甚至还有遥拐健保服务 并且校方也有提供退还费用的政策 发言人指三月份校方就推出政策 推还学校没有用到的学费和集费 政策和手续开放给所有学生 目前有退费的请求在遥拐办理当中 耀士加州大学就表示 因为刚刚得息诉讼 所以目前拒绝评论事件 两个大学系统的学生在星期一 于屋伦和洛杉矶的联邦法庭提起诉讼 子春季学期学生已经缴交的部分校园费用 但是不能使用相关的校园服务 要求校方退还费用 但是遭到校方的拒绝 26台记者吴宇斌报道 现在在美加各地 多谢收看三藩市湾区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三藩市湾区的观众 可以透过KTSF app或电视收听 其他地方的观众 可以透过SBTV app 或上网sbtv.ktsf.com收听 期待